中国和菲律宾的船只又在南海发生碰撞了 飞方指控25号有一艘向渔民补给物资的人道船 遭到中方碰撞还发射高压水炮 那么这样的攻击也导致船只引擎故障 必须要被迫放弃补给任务 但中方则反控是菲律宾非法闯入在心的 那么这也是双方一个礼拜之内 第二次发生的船只碰撞 轰然一声巨响 中国海警船撞上菲律宾船只 发出刺耳摩擦声 随后倒退撤离 飞方人员赶紧拿出手机记录 但这还没完 高压水柱来袭 飞方视线严重受阻 引擎也因此故障 中非南海冲突越演越烈 菲律宾25号表示 一艘人道补给船在仙兵暗杀附近海域 遭中方多艘船只包围冲撞 被迫放弃补给任务 谴责中方的危险行径 不过中国也有一套说辞 飞3002号船无视中方严正警告 以不专业危险方式 故意冲撞中方正常执法的海警21551艇 导致发生擦碰 责任完全在飞方 这是双方船只一周内第二次在南海发生碰撞 两边一如既往各执一词 另外菲律宾也指控 中国战机过去几天 两次对飞国巡逻机发射照明弹 严重影响到飞行安全 中飞在南海多地主权重叠冲突不断 双方在7月下旬 就飞方在仁爱暗杀的物资运部 达成临时新安排 不料才过一个月又接连发生摩擦 也让南海局势更加险峻 邱凯文编译 中飞行